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只它的外观设计或者是建造历史都是故事 曾经在这里来来去去的人更是有说不完的故事 在花莲就保有很多的日式官社还有日本移民村 不过这些老的日本建筑因为在岁月的洗礼之下慢慢的毁坏了 最近这几年花莲民间就发起了保护日式建筑的行动 他们希望透过老建筑的复旧能够找回失去已久的历史跟记忆 在街头巷尾 在你不注意的角落 一栋栋破落的老房舍默默诉说着被人遗忘的身世 光影移动的瞬间 时光仿佛回到八十年前 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冬日 十几位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到花莲美人西畔 在古仆的木造屋檐下聆听美人西的故事 美人西绝对不是只有水鸟绝对不是只有石头绝对不是只有水 就算这些所有的生物的环境的元素都存在 有一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谁可以告诉我是什么东西是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时间 因为时间不一样就出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美人西幽幽流过在西流两岸刻画着历史的痕迹 这里曾经是阿美族人进行捕鱼记的场域 百年前日本人沿着美人西而上 企图在东台湾复制心目中理想的母国 首先日本在美人西出海口附近建立起军事基地 当时的花莲港宾示部也就是现在位于美人山脚的松原 曾经是花东最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 传说日本神风特工队出征前 都会在这里接受天皇赏赐的御前酒 而西流对岸的这片日式防射 是当年日本指挥官中村大佐 以及军事将领的官社 当地居民称为江军府 江军府建筑群至今保留了八栋完整的日式官社 清楚地体现了日治时期官社的等级与建筑规模 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很珍贵 就是说它是一个日式建筑的聚落 这个在台湾现在比较少 那像江军府为什么那么重要 就是说它刚好在我们的官阶的 那个四个等级里面的第二级 那是55平以内的 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官阶的一个住宅 从这个群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日据时期的这个官宿舍 官社里面的这个等局的这样的一个分布 这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光复之后 江军府被军方接管 国民政府许多重要的军事将领 都曾经住过这里 八年前军方打算改建老旧眷舍 这片美伦西畔的日本村差点被拆除 这是军方的地 当时在92年 他们要撤走 就是建村要撤走的话 他们一下要盖大楼 盖住宅区来盖一个商业大楼这样的 但是我想当里长 那的责任是想法说 如果大楼很多了 你没有留下一些这个基地的话 可能以后要恢复历史的 看不到的一个阴影 已经对脉络已经不见了 所以说很积极在92年就上工 跟文史工作者就维稳了 向中央寝室 在里长与社区居民的积极奔走下 江军府聚落终于被保留 其中江军府被指定为三级古迹 两边房舍也被划为历史建筑 而军医院院长官社在经过诊修之后 由社区发展协会经营管理 成为社区居民上课与联谊的空间 尤其我们这些附近的人长 多家族的这些居民 看到保留出来 他们都有一种感受说 保留到以前回味 微风都回来住 好像又回到以前他小时 三二一 亲家庭 展现的就是整个花莲市旧街景 为了重现日治时期美伦西两岸的样貌 社区发展协会制作了日治时代的接阔模型 这个是花岗山 日治时代叫日山 美伦山很切一半的 可是大家知道美伦山在空拍照的时候是月山 整个花莲市的单身就是在日月交接之 所以当时的日本政府就在这里做花莲港厅 原来早在八十年前的花莲港厅 就已经奠定了花莲市区现在的道路与规模 日式房舍的设计强调通风与采光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 其实非常符合节能减碳的潮流 通气的部分事实上是日本建筑 日式建筑大概就是会在基础 事实上是看得到这边也有 就是说在那个地坎的部分 它会留通气孔 像那几栋房子是用水泥的格杂 那有的是用铁的格杂 那这边也有一个 然后第二个通气的地方就是屋檐的地方 我们可能绕到一个角度去看 你看那个悬吊出来那个屋檐的木头 会有一个空的格杂 那个空气可以进到污垢架里面去 那就会把热的空气给带走 将军府融合了部分西方建筑的设计概念 属于河阳市的建筑 烟囱的造型是日式房设中少有的设计 像这栋房子它有两支烟囱 一支烟囱你接进去里面是厨房 然后这支烟囱接进去里面是浴室 就是烧热水的啦 就是烧热水使用的 像这个小小的铁键的那个缺口 就是掏烟的 就是那个烟道有时候会积一些烟垢 它就这样把它掏出来 那这造型蛮特别的就是 它用砖造了 然后下面是一个弓形的 刚好把那个挑空的那个烟道 这整个力量用这个圆弓把它分散掉 分散到两旁去 那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 老树与老物相互呼应 构筑了梅伦溪盘这方宁静的天地 许多人不知道 夜晚的梅伦溪其实是热闹的生态舞台 这支就很清楚了 很大 它不是最大的 这一区我们通常会带小朋友来寻宝 寻宝就说 大家通常都不相信 晚上会看到树上这样有螃蟹 在生活大家印象都在平面 所以那也是让孩子有不同的事业可以来欣赏 我们在这里在美伦溪盘做一些自然资源的调查 它的溪流的生物鸟类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了一群 很大规模的跟种类的螃蟹 那我们当初在做资源调查的时候 将近有十种左右是不同品种的 那数量在短短的两三百公尺 最高量的话到两三百只左右 所以这个密度是非常高的 东华大学环境教育研究所的师生发现 美伦溪是带领小朋友进行环境教育的好地点 2010年开始 他们跟社区合作成立将军府环境教育中心 让日式建筑更多了环境教育的功能 在花莲市里面 真正能够做环境教育的场域很有限 而且很多在花莲县市的小学的老师 其实他很想带小朋友出去做环境教育的学习 可是有个人有交通的问题 有个人有安全的问题 那这个区位就在市中心 其实对于周边的学校来说 他甚至用走就可以到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那他又有他的一个特殊性 所以我们希望结合这样的特殊性 让这样的一个中心能够继续经营的下去 沿着美伦溪继继续往上走 是东部地区历史最悠久的高等中学 已经84年的花莲女中 在刚翻修好的花女旧校长宿舍里 城乡规划者同时也是花女校友的黄千秀 唯唯诉说着老校舍的故事 还没有花中以前 他们就为了花莲的女儿们 盖了一栋高等学校 所以花女的历史为什么会这么的久 而且她是有一个人物关怀的一个 关照面在这边 就是女孩子很早就可以求知 求知就是在家乡盖一栋 让我孩子可以在这里求知 近年来花女的老建筑 陆陆续续被拆除 唯独被保留下来的 只剩下这栋旧校长宿舍 直到现在旧校长宿舍里 还保存着日志时期的书籍与焦距 早期的话 他们都非常重视实作 所以有些像能够拿得到的材料 他们都尽量是用真实的东西 包括像木头 或者一些像动物植物的标本 三年前在花女的老师和校友们争取下 旧校长宿舍被重新翻修 当地艺文团体 也举办历史建筑巡礼活动 老校友再度回到这熟悉的空间 许多记忆又翻涌而来 在我的老师或是把这个宿舍 传给花女女众以后 我就没有赶紧来过 以前我常常来到这里 不是校长的宿舍 是当时花女女众 很重要的一个老师 以前登记老师的宿舍 我常常来 我应该走到她的书房的时候 眼泪都踩一掉下来 然后我看到 我的母校成绩有一阵子 除了杜鹃花之外 统统都没有了 其实是非常感伤的 还好这东西都被保留下来 保留了比我当年老师祖的时候 还要好 这也是我非常非常感动的 继续往美轮地区前进 巷弄里传来悠扬的乐声 这里是花莲音乐之父 华中音乐教师郭子舅的故居 我引用我们一位美术老师 王文宏老师讲的话 他说花莲像是一个芦苇 飘下来的根 最后驻流的地方 他的精神是流浪的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日本宿舍 因为老师们年华老去 慢慢也离开了宿舍 那这实在 他的一个古老的风味 我们想说如果不保存的话 以后渐渐的当他 全部都倒塌了 如果再不保留下去 未来可能就是一片废墟 或者可能就清晨空地 变成停车场这样的东西 太可惜了 美轮地区这两排花中老师宿舍 保存完整 在学校的用心经营下 打造为锅子舅文化音乐馆 不但每个星期都有音乐表演活动 也是花中学生 上音乐课必定到访的场所 这边算是一个艺文中心 那我们就请艺术老师 美术老师跟音乐老师 他们有课程的时候 比如说教到郭老师的东西 我们建议他们就可以来这边参观 那通常每个学期都会有安排 老建筑本身就是教材 国子舅音乐文化馆在复旧时 特别保留了这一块未完成的墙面 让来参观的游客 了解日式建筑是怎么盖成的 它除了冬暖夏凉以外 还有它的结构是防震的 万一怎么了 压下来也比较不会怎样 或者是它的损伤会最小 那我们保留这面墙让大家看到 最早是先从横杠开始 直的竹条先边 然后再横的边上去 然后他们会用稻草 把它绑起来 然后再铺爆草 最后再把泥土放上去 那湿的泥土弄上去弄上 贴上去以后它再把它用方的方式 就是把它垂压紧压以后 自然而然它就变成一面 现在这样的墙 花莲中学还在寻求经费 他们希望未来整排日式宿舍 都能够进行复旧 我们大家想办法找钱 找计划把它重新复原起来 让它再代表一次 我们花中的一个精神 那一栋不够 两栋三栋四栋 我们会一直保存下去 花莲美轮地区从日治初期 就被日本政府规划为都市计划区 各种官社与宿舍都集中在这里 1931年以后 日本政府为了推动南境政策 从原本的工业日本 农业台湾 转变为工业台湾 农业南洋 国防工业也开始引进了东部 那花莲港建港以后 就根据它花莲港周边的土地 它就开始建立工业基地 那这一块土地就被选为炼铝的工厂 那在隔壁的地区是炼镍的工厂 那炼铝跟炼镍就是他们制造 占基的最主要材料 那我们现在占的这个位置 就是他们的总办公厅区 那这块土地总共有46甲 那那总办公厅就临在花莲港边 是这样子来源 现在台飞花莲场的前身 就是日治时代的花莲港练铝厂 旧办公厅的外墙上 还可以看到当年枪炮扫过的痕迹 事实上美军在1944年10月 开始轰炸花莲地区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工厂 练铝的工厂也是轰炸的重点 那这边这块木头 我刚好留住这个他们机关枪扫射的一个档孔在这边 为了躲避轰炸 当年长距离总共有13个防空洞 至今仍然有两座防空洞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办公厅外还可以见到日本神社的遗迹 当初盖这个铝厂的时候 它的发展的制程是非常先进的 所以大部分的人员都从日本来 包括盖花莲港它时间很长 那因为日本人很多 所以它就盖了一个神社 让他们有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光复后花莲港练驴场改建为淡肥厂 诺大的办公厅一直被保留着 几经台风的摧残 块木构筑的主体结构依旧完好 这几年台匪着手整修损坏的旧办公厅 依据复旧如旧的原则 保留80%以上的结构材 所以你要复旧如旧的话 就是说第一个当然要尽量利用原来的元素 跟结构材 第二个部分就是你要有办法 让它能够新旧搭接得起来 那这样搭接的话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是让它的元素还是旧的 第二个部分你要不能损坏它的强度 电驴厂旧办公厅的建筑规模庞大 复旧金被高达5000万以上 靠企业的投入才得以完全修复 需要时间来累积的东西 它其实是最珍规的 也是最在大家的回忆里面 它是一个没办法来取代的 在我们园区里面修复这两栋历史建物以后 其实我们有思考到台北在美轮地区的土地是很大的 它要做一个规划 然后又会互相呼应 所以招待所部分 我们那一边的历史建筑 我们还是会把它保留而且去修复 花莲地区其实是还保留很多很完整的自治建筑 因为我们现在一直想说把这个美轮地区跟松原 整个带串联起来 它成为一个我们花莲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生态家人文的一个地方 这几年花莲民间开始重视日式建筑复旧的工作 但抢救的进度往往赶不上建筑损坏的速度 而建筑复旧之后的经营维护 则需要社区 学校与企业融入更多的创意与思考 一方面保留城市的历史记忆 另一方面也提花莲 营造出更悠有的生活空间与旅游方式